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又到了感冒咳嗽高发的季节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特别容易感冒咳嗽 让人非常的烦恼 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吃那么多的补品 还有咳嗽药都没见好转呢? 咳嗽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能 引起咳嗽的原因有很多 如果治疗不对,就是瞎折腾 就咳不欲,还会造成废墟 今天分享一个秘方给大家 我家隔壁阿姨全家人咳嗽以后 尝试了很多方法,也吃了很多的药 迟迟不见好转 刚好附近一位老中医告诉她 这个秘方仅用了三天就好了 针对孕肺,止咳是非常的管用 老中医也告诉她,在诸多的中药材里面 能够止咳的药物也不在少数 但是大多数的药材具有一定的治疗特点和局限性 而有这样一味止咳的良药 对于多种咳嗽都有疗效 古人称她可以孕肺气,止咳嗽 无论是金酒咳嗽,还是糖咳嗽,或者是体弱咳嗽都可以用她来治疗 这位中药材就是橙皮 橙皮是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种中药材 它是水果橘子的皮 晒干并存放一年以后得到一种中药材 有橘子的特殊香气 橙皮不但可以入药,还可以单程调味料 橙皮对于消化系统有着重要的作用 橙皮所含的挥发油,对于胃肠道有温和的刺激作用 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排除场馆内的机器 显示了芳香、健脾、荷胃、驱风、下气的功效 橙皮营养丰富是温性的中药 橙皮的味道苦,不过用它泡水喝的话 味道会变得甘甜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用橙皮来泡水喝 如果想减肥的朋友也可以长期用橙皮来泡水喝 可以起到很满意的减肥效果 橙皮它是一款老少皆宜的中药材 它可以化痰、止咳、顺气、止咳 橙皮泡水能够润肺、健脾 也是男女老少都适合的茶品 平时我们还可以搭配金银花、胖大海 效果也更佳 可以通落、化痰、顺气、活血 很多中医都会用橙皮来搭配其他的中药 治疗咳嗽、痰多、瘀血等症状 另外中老年朋友 长期喝橙皮茶还可以防止高血压 因为橙皮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P 能够有效的治疗高血压 中老年朋友可以早晚喝上一杯橙皮水 可以缓解高血压的症状 接着再准备五颗的毛根 白毛根是我国一种传统的中药材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 它的药效作用都是非常多的 很多中药配方中都有白毛根的存在 那么白毛根具体的功效有哪些呢 第一,白毛根是一种寒性的中药材 有着凉血、止血的功效 可以对人体的血液起到缩短血浆、覆盖的时间 而且白毛根还有着去肺热的功效 对于因肺热而引起的咳嗽 有着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还能够降胃肺脂器 有着降腻、止藕、止咳等功效 白毛根的姜汁也是非常多 因此有着生津止咳、清热消毒的功效 同时白毛根还能够增强人体 体内的居士细胞的吞噬能力 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第二,白毛根有着丰富的甲盐 甲盐能够起到逆尿的作用 对于水肿、热鳞等疾病的治疗作用是非常不错的 白毛根还能起到一定的抗肝炎作用 是非常适合乙肝患者服用的 同时毛根含有大量的多痰 这些多痰对人体的血痰、血脂 能够起到调节改良的作用 能够降低人体的三高 因此特别适合心血管疾病患者 长期用来泡茶喝 我们先用清水 把橙皮和白毛根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五颗的甲草 在中药材大全里 甘草被古人称为军药 应用非常的广泛 甘草中还含有 粘老、八角茴香油和本甲酸辣 粘老有局部的麻醉 去痰的作用 八角茴香油具有挥发性 进入呼吸道后能够刺激腺体分泌 稀释痰液 使之容易咳出 这些成分共同作用 使甘草的症壳作用十分的明显 本甲酸辣是该药品中的防腐成分 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现代医学已证明 甘草还有较好的解毒功能 还能够抑制胃酸分泌 适量的食用甘草 对于胃肠溃疡疾病 也有一定的预防和改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三克的罗汉果花茶 罗汉果花性凉 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对于面红木刺 口干口臭 小便刺黄 口干食灶等病症 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其次罗汉果花还能够起到 化痰止咳的效果 对于咳嗽痰多 很难咳出 现代临床上常用于辅助治疗 气管炎 脂气管炎等疾病 此外 经常泡罗汉果花茶喝 能够清烟 润肺 保护散肢 减轻咽喉肿痛的症状 适合急性扁桃体炎 咽喉炎等患者饮用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罗汉果花中还含有丰富的糖肝 这种糖肝的甜度是 这糖甜度的300倍 具有降血糖的作用 可以用来辅助治疗糖尿病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有抗衰老 抗癌 以及 易敷美容等作用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中 加入大约1000毫升的清水 给它煮上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 评论 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 我们这个紫壳化糖茶就煮好了 加入少许的冰糖 用勺子把冰糖搅拌至融化 冰糖也能取到很好的润肺紫壳化糖的效果 加入冰糖 我们这道水就更好喝了 搅匀后 直接把它倒入杯子里面 趁热喝 效果会更佳 用橙皮搭配毛根 甘草 还有罗汉果花 止咳的效果非常的好 无论你是新出现的咳嗽 还是酒咳不止的情况 都可以起到止咳的效果 在各大医学中记载 用毛根来止咳 迅速不在少数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咳嗽 吃了很多药 也不见好转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